星期六問責 車隊司機始終不會是佔大多數的 不是車隊司機 繼續服務質素仍然好像是現在這樣 如果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相當比例的的士服務 它的服務是好的 其實你對於其他的的士 它都有壓力 它怎樣可以做得好一點 去做所謂爭取生意 其實他們要想的 所以其實我們希望用這個市場 還有有一些車隊的優質服務 作為一個例子 去提升整個行業的服務 我們覺得有了競爭 在這方面會帶動整個新風氣 局長最近政府對於網約車的規管研究 那個進展是怎樣呢 我們也看到現在有聲音 我們說非法網約平台 我們要做些功夫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正在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會看看現在我們現行的法例 怎樣可以完善我們的法例 比較有效地去打擊一些非法的 網約這些違法的行為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都是做功夫 就是就住這些網約平台 我們怎樣做一些規管呢 事實上我們也都是在看外國的一些例子 外國的例子 究竟他們這些網約平台 是否需要發個牌給他們去經營呢 怎樣怎樣是他們的平台裏面那些出租車 他們怎樣是合法呢 另外就是這些網約平台 怎樣是可以更加服務做得好呢 這些其實我們現在都在做我們的研究 都大約到尾聲的了 我們希望到在七月左右 我們就會將我們的研究結果 就會是跟立法會議員 也都跟業界 和相關的持分者 我們都會將我們的研究成果 和他們大家討論 我聽他們的意見 然後我們才再勾劃出 我們的未來的路向 就可以滿足得到 大眾對於優質 點對點交通服務的訴求 我們請大家 bumps 我們請大家 歡迎